这个演员我已经喜欢他很久了 他说他就是喜欢帅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做 大家都知道路易是帅哥 温身豪担任制作人的整外春秋一波多折 除曾有资金问题 还有女主角从李信与钟瑶 换成张蓉蓉与安心雅 当时传温身豪与李信先前在查经的要好关系 悄悄产生变化才导致 不过呢当然是被否认到底啊 上述新闻大概在今年4月 本刊当时独家报道中 除了两人交情生变 还有李信也有新欢的字句 而所谓新欢 就是社群中最闪亮的那颗光头 法律百花文运动 简称法白的刘洛毅 法白被封目前全台最大法律媒体 也是拥有最多量力成绩支线的自媒体 起源于太阳花学运 为福茂议题制作懒人包的一群法律人 当然让观众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社群总监刘洛毅 以诙谐强烈的个人特色 解析社会实事 好来看小绯闻啊 8月25号下午 李信和李信两人一起从李信家走出来 这时由李信主动牵起李信的手收 然后搭捷运去逛服饰店 李信陪逛 走着走着忽然 李信则直接伸手 进李信的衣服帮他抓抓 走 sweet 而后两人和一对男女碰头聚餐后一起回家 在几天前的8月21号傍晚 刘洛毅搭上计程车来到李信家门前 只见刘洛毅熟练的感应直进李信家门 还不忘跟警卫打声招呼 嘿看来两人相亲相爱到社区警卫认可了 其实那家门非常熟悉 两年前温慎好也进过 当时李信使出非单独相处之术 知情者向本刊透露 李信跟刘洛毅交往半年多来 两人相处自在 有人透露李信跟刘洛毅经常约会 参加与朋友的聚会 李信更会直接大方的说 这喜我爱男朋友 亲友认为两人如朝夕相处的老夫老妻很有默契 应该早已到半同居的阶段 两人爱得相当坦然 两人今年初曾在刘洛毅的Podcast节目 《洛毅不绝》中 聊天并且打情骂俏 当时就很有火花呢 你对我的访谈很熟悉 很熟悉啊 我就说我很喜欢你啊 就是大家有很好奇到底要怎么演跟客户 有吗 大家有很好奇吗 还是你个人很好奇 我个人也蛮好奇的 他也会想演床戏 我没有想演床戏 李信去年花了大约十几万元高龄动软 他明确表示 主要是希望自己将来对华孕生宝宝有主动权 李信今年四十岁了 刘洛毅则是1992年生的 彼此差了将近十岁 就本刊得知的消息跟画面看来 十岁差姐弟也没有造成什么代沟 目前周遭共同朋友都相当看好 相信刘洛毅一定会乖乖的啊不然 积极切掉 我